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想拆架的时候不小心发了一虎的呆 没想被人偷袭了有点小欲梦 拆架的时候发呆这不活该打吗 哎呦那家伙偷袭一下就跑了真够怂的 算了咱们不管他先把他队友灭掉吧 这种装备一般输出也不强 被咱们碰了两三箱就藏去了 他居然还在秀阻位看似还想仿杀我呢 OK 成功解决拿到手杀 无针技有点反正把他也给灭了 小强拿了门牌才知道又匹配到早鲁营地了 不是冤家不剧头你们还真够有缘呢 小强不能放水了咱们要认真打一架 这不是刚偷袭小强的家伙吗居然还敢回来 咱们追上去把他也灭了 难怪看见你救他原来他是残血状态 救他现在的装备根本看不出我的输出 长不长去想动手轻松灭掉他 哎呦这人又回来不愁了 小强能灭他一次就能灭他第二次 吃了一次亏还不写怪居然还敢和我张票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你呀 居然偷袭你的情况下居然连护盾都放不了 他也太惨了吧我都看醉了 这次你无人机逃不掉了把他打下来 嘿嘿把我挺富的给了小强两个红瓶 地图还有脚印你小心力点 这次来了个武士咱们和他赶一波 这个武士还挺满的一根筋的贴脸卡 我去他伤害有点高压感觉抛不住 这人周围很强最主要的是他护脚还特别变态 算了这个大佬惹不起咱们还是先开溜吧 本来是打算上缆车休息一下了 没想他直接满上来我吐了呀 特急武士就是牛皮直接装备碾压 他们人数有点多只能继续逃跑了 小强打算把他们奔上一点然后再逐个击破 本来是在外边绕的没想被逼到市中心来了 感觉他们的人越来越多看来是情外缘了 果然是老队小的对你知根知理 有个长血闹当了好机会 咱们拼搏看能不能把这人灭掉 我看有点悬真是个武士没那么好制裁 我去他队友来了资源真够快了 看来想要解决他是不太可能了 还是找机会开溜吧 趁他们没跟上来我们快点上缆车躲一下 哎哟有人来了还是继续逃吧 好去找回事啊怎么就卡住了 小强也没被人打呀这是什么情况 完了这波凉透了想不被制裁都难 算了咱们还是脱脚吧减了点损失 你也坏了没了吧这都能卡住 我也很无奈啊想到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先这里 我是强我们下期见拜拜